海岸的温度 各位渔友大家好 今天的干货主要想 跟大家说一下 海岸一般设置的温度 多少合适 因为可能是夏天的关系 最近很多渔友私信我 问我海岸的温度多少 海岸的温度 我以我自己两个海岗为例 这个是90升的海岗 底绿港 这个海岗设计的温度是26度到28度 水冷之间在248度会启动 降温降到25度就会停 所以正常来说 这个海岗的温度就在26度到28度之间 大家可以看得到 在正常的水温底下 上湖的状态是很好的 然后上湖就是有些打的地方 就上湖跟上湖之间可能攻击的行为 有点受伤之外 其他的状态都是很好 大家可以随着这个镜头可以看得到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 火石上面是有藻的 因为这种也是生命的 也就是生机勃勃的一个表现 上湖海岗在正常情况下 都是多少会有些藻的 大家可以看到日本草皮上面也是有藻 这个地方也是有藻 然后这些是正常水温底下的海岗 就26度到28度之间的海岗的状态 这个是我12升的背浴缸 现在这个室内温度大概在34度左右 大家可能听得到有点吵 因为这个海岗是一个电子水冷加一个风扇 24小时在这里寄冷 温度现在就大概在28.7度左右 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海岗在28度29度的状态下的情况 如果海岗常时在那个高水温状态我指的是 偏离了26度这个情况下 海岗或多或少会出现各种的问题 好像这个海岗就明显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低等角已经开始繁殖 造成这个原因我估计是水温有点偏高 然后造成那个烧化氏菌 烧化系统有破坏的情况 所以低等角就开始生长起来了 这个海岗之前我是把风扇测了 因为补水实际实在是太多了 我有时候补不来我就把它测了 然后水冷剂功率不够 然后这个海岗有一段时间是超过30度的 到了31度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我估计就是烧化氏菌 烧化系统有一些受到破坏 然后低等角就开始生长 低等角生长 或多或少会对海岗的整个状态 整个系统会有影响 然后我昨天就把这个风扇重新弄上去 然后水温现在就是保持在29度左右 有时候白天的时候会低过29度 不是白天的时候有时候会高过29度 但是不会超过30度 在风扇浮作底下 连同水冷一起济冷 然后往上就可能接近28度 这个情况底下 这个海岗的状态会比现在要好 但是就可能就没有26度状态上 底下那个海岗就正不好 如果偏离了26度 我指的是超过29度 超过30度的情况下 海岗或多或少会出现情况的 我在这里建议各位 尽可能用水冷进来进冷 然后把那个水温控制在 控制在26度到28度 29度这个范围是最好的 不要让它超过30度 超过30度 其实在超过30度 31度的情况下 上湖是不会死亡的 但是海岗整个系统就会出现各种问题 各种问题指的是它的生机就没有 没有生机薄薄的情况 就是看得到 我们要尽量会尽量将那个海岗的水温 保持在26度 这个是最好的 因为这个海岗当时设计是为了拍一个开岗浇水的视频 所以这个海岗明显的设备是准备不足的 主要表现在水冷气的功率不够 水冷气功率不够 在这个沿夜的沙天 在广东这个天气底下 有时候白天会超过40度的情况下 就是有点认复不来了 所以造成海岗的水温 就很长时间去超过31度了 我昨天就把这个风扇重新炸上去 把那水温控制在28度 29度这个方位内 上湖的状态如果在28度在29度这个状态 会比现在要好 但是就肯定是不如26度情况下 那个海岗来得这么好了 所以各位鱼友就尽量把那个水温保持在26度到28度 29度这个方位最好 就尽量尽可能尽可能不要超过30度 最好最好就能保持在26度就是维持最好 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 各位鱼友有不明白的地方 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各位鱼友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茄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